一下 U14虚幻引擎 就是虚幻引擎里边的对象数组 UI空间的数组 它们实际上都是在同一个数组里边的 那么我们来找一下 这个数组的机子是多少 这个我们需要参考一下 之前14克到16克左右的课程 15克那里也有 就是分析UI按钮 对象单击关联课相关的那里 我们在单击关联课的那个地方 下一个断点 首先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之前我们有过很多分析 我们直接在这里下一个断点 那么只要是UI内的按钮 按钮内的这个控制 点击之后 点击鼠标之后呢 都会在这里断下 我们找一个按钮 比如说删除角色这个按钮 那么我们点击之后呢 它会在这个地方断下 那么这个RBX RBX加18这里 那么加18这里的话 目前呢它是3477F23 那么这里呢是它的空间的名字 这个我们在上一节课已经讲过了 这是我们删除角色的这个对象的名字 那么我们怎么去找到 这个RBX这个对象所在的数据呢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删除角色的这个按钮 我们先让它跑起来 我们随便 再单击一下 这个关闭按钮 它也会断下来 在这里 那么我们可以了 向上返回 向上返回几层 那么向上返回的话 这个RBX RBP RBP的话 因为这里有个跳转 所以说它不是来自于前边这个阔 不是来自于这个阔 那么它是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更上层的这个阔 那么是来自于上层的RDX 我们按Ctrl加F9 在这里边也有这个返回上层 CtrlF9 按F8 然后呢 到这里的话 就是找这个RDX RDX它的数据来自于这个R12 这个计程器 再向前找 那么我们找到了它来自于上层的 R6 接着我们再返回到上层 Ctrl加F9 RF8 继续 那么上层的这个RBX在这里 我们点一下高量RBX 再向上找 那么向上找的话 这个RBX来自于RX 来自于什么呢 这个是 这里返回的对象 这个地方返回的对象 好 我们在这里下个断顶 先看一下它断下来的会是什么 好 我们点一下双处角色 也会在这个地方断下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它的RX里面 是什么数据 好 那么我们取一下它的名字 大概就知道了 这个空间对象是什么 好 我们刚才点击的这一个 空间的名字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后边是有公式的 这是我们上一节课的公式 我们套过来用一下 然后把它的 7F62带进去 那么可以看到 这就是相应的 这个按钮 CBTMI 这是这个按钮对象 那么这个按钮对象的话 它就是来源于我们这个 这个颗 是上面这个颗里面返回来的 这个数字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下个断点 看一下它是怎么去查找 这个数据的 这个颗有什么 有什么参数 我们再次 这个它会断下多次 每次返回的对象 它好像也不一样 实际上我们可以在这里 下一个条件断点 重新下一个断点 下条件断点 试一下 编辑 这里它会返回多个对象 就单击之后呢 它会执行多次 其中某一个呢 才是我们按的那个按钮 我们再重新来一下 点一下这个 关闭按钮 关闭按钮好像它没有走那边 我们返回解诊试一下 重新根据这个关闭按钮 来走一下这个流程 看一下rbx 上层的rcx rbp 应该是这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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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重新来取一下名字 这是关闭按钮 前面是39 前面是39 f 然后上 取一下名字 空间的名字 这个是关闭按钮 好 关闭按钮的名字 这边 那么这个是相应的那个按钮 对象的 好 我们再返回上一层 rbp 来自于上层的rbx Ctrl F9 直接按快捷键 返回到上层 好 然后呢 这里呢 来自于r12 r12的话 上层的rcx 再继续返回上层 好 还是返回到这里 是这个rbx rbx来自于rx 好 也就是说按关闭按钮的话 这个是关闭按钮 好 重新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把它作为条件断点 重新下一个断点 试一下 刚才好像没有经过这个地方 断点的时候 我们按Ctrl A 分析一下 是不是有其他的地方 给跳转到 我们刚才的这个地址 就是这个rbx 除了这个扩大来源 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 跳转过来 就是这个rbx 除了这个扩大来源 按F9 还没有分析完 分析完之后呢 我们才能按F9继续 好 按关闭按钮 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条件断下来了 返回到这个是关闭按钮 那么关闭按钮之前的话 这个扩有几个参数了 我们看一下 它应该只有rcx一个参数 可以看到 那么这里的rcx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rcx呢 它是来源于rdi 我们看一下rdi的字 不知道有没有变化 应该是变化了 rdi的话 但是这里呢 它来自于rsp加20 我们到rsp加20里面去看一下 rsp加20这个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里面的话 你看 它实际上rsp加20里面释放的 这一个数据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 它是怎么取得的 这个关闭按钮的这个对象 就是这个对象 它是怎么取得的 我们来根据它的参数传递来分析一下 好 那么这个参数来给了rdx rdx呢 最后又给了rcx 中间这些不用去看的 中间这些的话 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看一下 另外一个是rsp加60 它有个test 非0的话rx会给rdi rdi要加上rsi rsi多半视为0的 我们向上找一下 没有找到rsi的一个数值的来源 rsi来自于ebp ebp ebp在这里是吧 ebp在这个地方 不止回是0 所以说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地方的 这个rsi是什么呢 相当于rdi 或者rdi加0是吧 而这里的话rdi呢 会认为rx 如果是rx的话 那么这个数字呢 它应该是来自于rsp加60里面的值 但rsp加60里面的值 本来就是为0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testi 这个里面的数字是为0是吧 它读出来之后呢 所以说这个rx呢 它为0 那么在这里呢 它什么呢 它说的cm5ne 如果这个什么rx呢 是一个非0的数值 才给rdi 所以这里呢 它是一个空操作 为什么是一个空操作呢 因为rx呢 这条汇编指令是吧 因为它的测试结果 这个rx 它的结果 测试结果 它影响到了我们的0标志位 也就是说 zf标志位 会复制为0了 那么下边的话 这里呢 它要 它是一个条件是吧 就是我们的zf这个标志位呢 必须要等等于什么呢 那等于0 那么才会执行这个rdi 复制为rx 那么否则的话 那么这个rdi呢 它还是 等于我们的rsp加20 它还是等于我们的rsp加20的 好 那么说一说的话 我们这里的话 它是什么呢 它是rsp加20的地址传进去了 而rsp加20呢 里边存放的就是后边这一个数字 那么同时把这个rsp加20的值呢给了什么 给了rcx 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关键点现在就是什么呢 现在就是这个r 从上边这一行来看的话 就是这个rcx里面 存放了后边的这一段数据 存放了这一段数据 存放了这一段数据 我们把它记住就行了 好 来到这个call里边 那么我们看一下 因为rcx里边啊 存放的是这一个数据是吧 那么所以说它加4 rcx加4这个位置 它里边存放的是什么数据呢 那么就要把它拆分为 加上这四字节 那么它的高位呢 实际上 这里边是吧 它读出来的 它读出来的数据呢 就是这个r8d 就等于这个5155 好 那么这里呢 等于5155 那么接下来呢 这里呢 它是读的d4位的 这四个字节 取得d32位 d16位 那么它的d16位呢 是从8字节的 应该是d32位 d32位 d32位等于0002asf 这是它的d36位 好 然后这个值 但是它会做一个判断 Js的一个跳转 当然这个判断的话 应该不会成功 因为成功的话 这里就返回的就是0 是吧 Js这个跳转 平时我不是很关注 所以说不知道这个指令 是根据什么来跳转的 但是也没有必要去查 因为它这里肯定 是会执行到这里 因为我们只要简单的看一下 就知道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了 那么这个rx 它是返回的 是0 肯定是不正确的 好 那么继续向下执行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向下执行之后呢 这里做了一个cdcode 做了一个 有一个cdcode的一个指令 这个呢 它只是影响我们的一个 这个edx 继续向下执行之后看 那么这个时候呢 eax等于 002asf 再加上edx edx呢 这个时候是为0的 edx这个是为0的 因为cdcode的话 我们可以去查一下 它是一个指令 指令 这个指令呢 平时也用得比较少 这个呢 它就是把 它的每位设置成 eax的最高位 最高位的话 也就是 它的那个符号位 按照它的符号位 来扩展 就是说 你看我们现在的 这个eax的话 它是一个正数 是吧 没有超过7f 因为我们在 表示带符号的数的话 要超出这个7ff 那么它才是负数 也就是说 从这个 16镜子的800 这个位置开始 那么 它的符号位 最高位 才是为1的 那么 这里呢 这个edx呢 才可能为1 所以说这里的话 它本来edx是为0的 然后在这里 它又把这个0扩展 扩展之后呢 edx rdx实际上 应该都为0了 所以说这里 它加的话 也没有对它 进行任何的改变 那么再向下 那么ecx呢 又等于了002 asf 再向下走 那么再向下走呢 它取了它的d16位 然后呢 做一个符号扩展 那么就相当于呢 那么d16位的ax呢 是等于 asf的 也就是取了两个字解 然后做了一个符号扩展 符号扩展的话 0扩展 0扩展 0扩展的话也就是高位 全部填0 然后最后呢 扩展成了这样子 然后呢 它再把这个ex呢 ex解 我们的edx 那么edx的话 现在还是为0的 所以说这部分呢 它就是一个空操作 是吧 因为edx等于0嘛 所以说 那么 这里最后的结果还是等于 asf 因为edx是等于0的 这是等于0 好继续向后走 那么这里呢 做了一个 左移16位 那么 14x现在是等于多少呢 14x它本来是等于前面这个值 那么 但是它左移16位之后 它本来是一个36位的数 左移16位的话 它本来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组成的一个36位 它分为低16位 和高16位 但是它左移之后 那么这部分就载掉了 那么 这个 ecx 实际上就等于2了 本来之前的ecx 我看一下 之前的ecx本来是等于这个 这前面还要添一个0 才能够对齐 它本来之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么这个数字 它实际上也是分成两部分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说 经过这一部分操作之后的话 ecx里边放了前面这个数字的 这个 中间的这个0002 也就是 把后边的这个四个字节 拆分成了两个字节 就成了这两部分 那么成为了这两部分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键就是后边的了 那么后边的的话 它 ex 我们来看一下 ex 这里 rx 是吧 就是rdx rdx 暂时没有用到 但是这个rcx的话是用到的 那么这是一个数字 看一下 那么这个数字的第一个下标呢 就是rcx rcx现在就等于002 神8 神8 好 那么在下边这里呢 就高亮加了这个rdx 而这个rdx呢 它等于我们rx神3 那么最终呢 rx的值呢 现在等于aacf神3 好 那么通过一个等价的关系 现在呢带进去 那么rdx呢 就等于aacf神3 那么再神8 再神8 好 再神8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取出啊 得到一个地址rx 我们看一下 这个 这个值 与我们之前要找的那个对象rx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路程3这里转过来 好 转过来看一下 好 然后呢 往下走 错了 这里 跟错了 我们没有执行到那里 我们只能 单步的 从这个地方 往下走 那么 它会 在这里呢 做一些比较 最后呢 它会把这个rx的值 给读出来 读出来 那么读出来 我们看一下 最后的值 应该是多少 最后就是 刚才的这个910 看一下 910和这个9D0 D90 这样读出来好像不对啊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中间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神8 再加上神3 神8 这样我们再把这个数字倒回来 把这个数字给倒回 倒回来之后呢 我们在刚才的那个位置 在这个地方 下个条件断点 就可以了 下个什么条件断点呢 下一个word 这个是D word D word rcx 那么等于这个值 那么这个条件的时候断下 断下了之后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时候它是怎么走的 刚才我们的分析了 可能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后边的断点 我们先去消掉 重新再来一下 但是不知道刚才的对象 有没有被释放 我们是按的 这个关闭按键 暂停下来的 这个ID呢 它刚好是没有变化的话 我们才能够断下来 如果是变化了 可能还不行 好这个时候断下来 断下来 断下来与我们刚才的这个值 应该是差不多是一样的 rcx 就是这个 这个ID 与我们刚才看到的 传的参数是一样的 它只有一个参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分析的流程 对不对 直接往下走 好 看一下现在的eax 你看 跟我们之前的分析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的eax 跟我们之前asf分析也是一样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eax 顶元2 这一部分分析也是没有错的 跟我们之前猜 那个推测的是一样的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往后者 那么这里的话rx 神3 这里应该也没有错 这里也没有错 然后这一步的话我们看曲子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从这一部分的曲子来看的话 rx 等于这个0368 这一部分算起来的话也是没有错的 是不是 你看 跟我们的这个公式计算完全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再向后者 好 那么rx 这个与我们分析的完全就是一样的 这个与我们分析的完全就是一样的 570 但是刚才为什么对不上 好 然后我们再上来rx 但是我们之前是这个d90 这个才是关闭按钮 现在是570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是d90 它的这个id 我们再来看一下rx 我们看一下347f62 这两个对象它不一样 但是他们 之前这个查询的参数为什么是一样的 参数也不一样 可能是之前记错了 反正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的分析应该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来取一下 可能这个地方呢 它会断下多次 断下多次 就是会调用多次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返回到这个对象 它的名字叫什么 是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对象 取一下它的名字 347f62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 这个是 cbutman 是吧 那么前面这个 这个才是那个close 反正也是来自于同一个 函数的 它只是算法不一样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的话它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f713 那么前面的这个呢 应该是39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名字 这个才是cbclose 而cbclose呢 它前面这里还有一个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它查询的 我看一下 从这里 从这里 那么这个是它的ID 那前面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ID的话 可能就是之前的那个参数 如果 如果这个只是它的参数的话 我们按照公式来取一下 看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2 这个是它 另一个下标 二维数组的是 aadb 来取一下 那么取出来的 你看一下 刚好就是这个是吧 D90 而这个D90进去 那么这个值 刚好就是我们的那个按钮 就是关闭按钮 刚才我们取得的这个数字 这个f7多少多少 我们按-号键退回来 这个39 这个39 你看啊 这个刚好就是我们要找的 那个对象 cbclose 而这个对象是怎么获得的 这个9d90的这个 就是通过前面这个公式来获得 来获得的 那么我们从这里进去 你看 看到的 这个对象 里边取出来的就是这个39 f713的这个f类 是吧 f类的number 所以说整个空间的片列的话 它涉及到两个二维数组 一个就是 这一个数组里边 这是所有对象 可能是猜测 所有的对象 从目前来看的话 按键的对象肯定是在里面的 就是UI的对象 它可能是所有对象 的二维数组 而下边这个 它是所有对象的那个什么 它是 所有 字符串的 数组 这个也是一个 算是一个二维的数组 但是它不是一个标准的入位数组 它是一个那个 它其中一部分呢 是按照散列 哈希的一个结构来存储的 好 那么今天的分析到就到这里 后边的课程呢 我们写代码 来建议所有的对象 以及所有的对象名字 当然这个对象呢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属性 这个我们在后边的章节里面 再来做这个相应的一个分析 那么其实呢这里有两种方式 来骗你它 一种呢就是通过机子 去骗你所有的对象 是吧 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什么呢 就直接去调用那个扣 去调用这个扣就行了 那么这里呢 应该就是 用来查询 这个扣呢就是什么 获取对象 根据它的那个 数组下标来获取对象 获取对象 通过 但这个下标呢它比较特殊是吧 它是一个d word的 一个coword coword的一个 四字节的一个东西 但是虽然说是一个四字节的一个结构呢 它又分了几部分 这个id 那么它里边呢它分了高32位 分了d16位 它分了好几部分 这个用来拆分一下 那么我们拆分的话 做一个标记在这 好 然后把这个重新取一下 把它前后的这一段 把它前后的这一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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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分析呢我们暂时就到这里 后边呢我们写代码来 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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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